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个人感觉我一开始不知道在哪呢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说的对故宫有什么破坏 我没有明显的感觉 它就是个房子 我原来以为像什么麦当劳的 在故宫院子 一个大招牌 一个星巴克 它不是 它就是一个房子 你不进去 你外头看你也看不大出来 所以我当时觉得 我说 哎呦 这不是个这个呀 但是我最近看见新闻 星巴克离开了 但是故宫方面的理由呢 也挺微妙 不是因为这些民族主义的这些争论 什么星巴克离开 而是说呀 我们现在故宫 发现我们这个很有开发价值 我们要把这个各个网点 故宫内的各个网点 统一管理 统一管理呢 要打我们故宫的品牌 甚至比如有人这个写博客就开玩笑了 说难不成说 苏州刺绣叫故宫刺绣 星巴克咖啡叫故宫咖啡 就是说他要打这个牌子 主体都应该是以故宫这个牌子 所以说呢 跟星巴克谈 星巴克说 我全世界这么多的分店 我不能在这儿 就是不打我牌子 变成一个故宫咖啡 他就是说 你比如说我在这儿弄个冷饮站的话 你可以卖你星巴克的咖啡 但是呢 你不要以你星巴克的招牌 那星巴克可能不干 对他不能叫故宫巴克 退出 那我估计啊 这个一路以来 大家伙这个吵吵嚷嚷 对双方的心理肯定也是有一个影响 是吧 但这个事我觉得到最后啊 这么解决啊 也可能是好事 也可能是坏事 好事在哪呢 因为原来的时候我就说啊 问题从头到尾 就不在星巴克 是不是一个什么 民族受侵犯 那个问题上 问题在哪呢 我过去不老讲吗 就是说故宫他整个形象设计 做得不够好 你比如说你也去过罗浮宫吧 你去过罗浮宫 你看一下啊 罗浮宫呢 他那种凡是卖东西的地方 他里头 吃东西的地方 他都是设计的 跟整体形象是配合的 就他不图物 他不图然 不会说 也不难看 那故宫的问题在哪呢 不在星巴克 故宫的问题在里头啊 你有没有注意到 就很多那种给游人玩乐的 那些设施啊 拍照的东西啊 弄得很难看 觉得格调不高 所以如果你现在呢 注重自己的品牌了 你注重这个格调 统一弄一下 这是跟上国际标准的做法 这个有人也说嘛 说这个 我就发现啊 这个有时候网上的 这个争论意见呢 你就看见 这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星巴克撤了 又有许多文章就出现了 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太狭隘了点呢 什么叫有荣乃大呀 人星巴克在这开咖啡店怎么了 还说什么 你们就以为是八国联军进故宫了吗 又开始有人写这个文章 那有人说了 说 有人说 这个星巴克呀 是美国这个格调不高的文化的一个表现 他说如果这样说的话 那个故宫里头那些小摊贩 小摊点 卖那些那个便宜的那些小玩意儿 对 那玩意儿格调就很高吗 我就发现 我在故宫后门买一个什么饭 他说是什么一拉就会热的 结果弄半年都热不了 对 他卖这个就隔掉 我那天就是 我再也在想这个事情 世界上很多皇宫都去过 你离开的时候 都想在他的店铺里买点纪念品 他在做的贵 他买的比别的地方贵 可是做的很好 你还真的想买 他故宫呢 你跟店 我要去检讨 是不是我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够热爱啊 我就一样一样去看 你就不想买 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 可能我的出招 可能我的 我是赞成他的那个说法 就是说不和谐 星巴克在里面不和谐 但是他将来要做一个紫禁城牌 他可以做 那你真的当一个名牌做 你花功夫 你做的好一点 要精致 我比星巴克更反感的是另外一个东西 我在节目里说过 据说现在还在 什么 就是故宫的太和店 什么店都有一个说明的牌的吗 铜牌吗 对 那个铜牌都是美国运通公司赞助 It made possible by America Express 开玩笑啊 中国的皇宫的这块说明的牌啊 这个跟商店不相干了 这个是属于皇宫的基本的设施啊 上面有一块英文一块中文的 都是美国运通 American Express赞助 而且他那个中文英文里边还还用了checky 中文说我们进证 英文说是made possible by 对 就是由于我们给钱 你才可能建成 由于美国运通公司 我们才太和店有一个说明牌 这个还不搬走 我实在是难过 没有这个就说明什么 就很可能是他根本过功当局不够钱 我觉得就是那就叫全国人民捐钱了 为自己的故宫里边弄几块块了 你跟人民群众还不是一条线 我不是说后边的事 我就说你说那个故宫调查了 说他要开发这个故宫牌的东西啊 他发现的广大游客 主要需要的 我记不清那个数字 好像他们说主要需要的是比较便宜的 比如说发现这个广大游客 都想吃故宫的那个御膳 所以他们可能要开发在故宫里能不能吃御膳 还有呢 需要的这种旅游纪念品 恰恰人家说的是两百块钱以下 好像是啊 说两百块钱以下 那就弄到故宫外面去 你这个御膳也到外面去 他也不一定要卖贵的东西 很多地方的皇宫啊什么 也有便宜的纪念品 但首要就是你要有品质 你要有格调 就你不能丢脸 就简单 说白了就是你不要弄些丢脸的东西 别卖葱气娃娃 对别卖那些什么摇股啊什么 摇股也可以做得好 也行 你说这 为什么这一块说明牌要美国运通公司来占助 我刚才说了它不够钱嘛 它这种事就是现在我们国家呢 你看每年官员外访啊 去考察 考察掉一千多亿人民币 就应该很多钱就应该花在这种国家级的文物 明年就奥运了 你这个北京这些古迹什么 你不好好把它都运通 你说凡尔赛攻列一个牌 说海尔集团占助 有可能吗 你说法国人再穷也不会做这回事 而且还有一个人提出 我都不知道他们博客上说的观点能不能谈 他还有一个人说呢 说你这个会不会有垄断之嫌 就是说故宫的这个商业开发 你什么都有这个故宫 不准别的品牌来这里经营 这又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 你故宫是一个文化古迹机构 文化机构不能让他承担经商的目的 这是我们讲的太多了 大学也是 医院也是 你如果一个文化机构 他为了要发奖金 为了下面要赚钱 他也千方百许去赚钱的话 那真的是 不过这也不一定了 现在学术界某些现象不就是这样吗 发学术文都拿钱买了 对但博物馆又有点不一样 因为他故宫是个博物馆 博物馆在全世界都是亏本的 没有赚钱的都是靠国家的 但是问题是博物馆呢 通常也要想办法尽量自己创收 这也很正常 像纽约那个大都会博物馆 他就搞成一个品牌了 他底下有个商店 他这个商店呢 就是他叫做Metropolitan Museum Art Shop 然后呢 他就请了很多人来设计 卖些什么东西 卖的很精致 那些名画的复制品啊什么的 他卖出名了之后啊 这个商店 现在在全世界开分店 就卖同样的东西 就是他用这个去补贴他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 他可以这么卖 但是呢 那个账目啊 什么要很清楚 他不能恶熟 简单讲 他不能恶熟 你甭说这个了 我跟你讲 我作为一个游客 我觉得故宫先把那个展品的 那个那个布展条件呢 弄一弄嘛 对 有一个很好的玉山 外头照个玻璃罩子 我跟您说 你你根本就看不见 他那个室外的那个反光 全打在上面 你说他想照这看不见呢 全是反光 哎 这方面我要说上海博物馆 我挺喜欢 他这个布展条件啊 上博做的 我觉得特别好 你看他那个 我都没去过 挺好 你该去 你上海人都不去 应该去 上海博物馆 我 就是现在新修的那个 像一个 一个圆 像个顶 那个做的真好 我跟你说 我在国内看过的很少了 但是在我看过的当中 上海博物馆 是布展条件最好的 对 他那个灯光啊 你比如说你看这个 沈州的画 哎呀 他一直看过来 又不强又不弱 而且人一走 他啪就暗了 感应似的 对 你知道吗 而且那个 要保护那个画 美感 我跟你说 你搞博物馆 搞艺术的人 你自己看着那个 不恶心吗 你人家 你看上海博物馆 你进那个陶瓷厅 你就喜欢在这待着 室内都是黑的 然后你看这个 北魏的佛像 然后你看这个 一个个陶瓷 你知道吗 室内是暗的 但是那个展柜 是亮的 看着就喜欢 就好看 树木 所以你怎么让 我到卢浮宫去看 我跟你说 不懂的人 你也喜欢 光看人家 这是一门科学 怎么样不展 我是不是说外套话 媚外 从小媚外 这主要是 没有 我说了上海好了 对吧 那那对 就靠上海 给我们争光了 香香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刚刚说到这种 民族主义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就说 这个东西是我们中国人的 怎么能够让外国人 进来开呢 这种东西 我想到一点 就有一回我去演讲 就很多人问到我说 作为香港人 敢不敢到骄傲 怎么骄傲呢 就说 你看 你们香港出了一个 就是我们有史以来 第一个中国人啊 去做了这个 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 讲这个成功复真嘛 对不对 做这个国际级的机构的 这是中国人 我们香港人的骄傲 后来呢 我就反过来说一句话 结果大家就有点 好像有点愣住了 我说 这当然是很高兴啊 很值得骄傲 但是如果回过头来 假如有一天 我们中国银行的行长 或者中国某个 超级大国企的这个CEO 不是中国人 是个南美洲人 是个日本人 是个美国人 我觉得这也很骄傲 这意思就表示 我们已经开放到 这样一个程度了 就是真的是个 国际化的大国了 就全世界 只要最顶端的人才 我们中国都欢迎你 有进步啊 你知道中央台 现在英语频道的 播音员啊 现在都请香港的 非职民族的鬼脑上去播了 以前我知道 播音员啊 是机密工作 对 要严格审查的 根本不能 不能用外人 你有海外关系都不行 现在索性请外国人 在那里 对对对 你说这个 我听说 你在这巧了 我听说这个星巴克 这个事啊 最早还就是中央台 一个英语主播 在自己的博客上 对 就是反对 觉得星巴克 侮辱我中华 在鼓务开 引起很多人响应 才形成这么大 就是一个 我你知道 我看香港报纸 我发现呢 香港报纸有篇文章 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他讲法国 他说这个星巴克 当时进法国的时候 一开始啊 也有法国人 反对 反对 因为法国人 对咖啡的品味 哎呀 那家伙等于 咱们对茶叶了 对吧 所以当时 法国人有人说 说你星巴克呢 咖啡 那就是臭袜子 泡水里喝的 是吧 就是说这种话 对人星巴克 也不尊重啊 但是呢 最后星巴克 也就在法国开了 开了呢 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这篇文章说的是什么呢 长达 比如说三年 法国的世界报 和这些报 没有人提他 法国人 也不是欢迎 也不是不欢迎 反正对他们 不大欢迎的事呢 他就不搭理你 冷淡 就是全体的冷淡 所以你也成不了 一个什么气候 你也成不了一个 什么事 我在 我在维也纳的市中心 去看两家咖啡馆 一家是他们当地最有名 做巧克力 那个蛋糕的 那是贵族 你进去大衣 就有人帮你挂的 对面就一家星巴克 星巴克还比那家生意好 而且也不便宜 后来想什么道理呢 后来一想就人分了 你去那个比较贵族的里边呢 就是穿得比较好的 而在星巴克呢 大家坐在地上 大学生 对 知道吧 还有想认识大学生的人 对 就在里面 所以大家也各有各的销路 你维也纳的那个 巧克力蛋糕 是最有名的 可是照样也容许你这个 粗粗的美国咖啡 在那里混混 就算了 就让你混一混 他就是咖啡界的 不知道 麦当劳 对 但我觉得问题就是 我觉得我们现在讲中国 这个民主主角讲开放 真的可以这个问题再想一想 比如说再举一个例子 你们有发现 有我们中国盛产一种电视节目 这种电视节目 我发现 我小时候在台湾也常看到 但这种电视节目 我在外国是极少看到的 什么电视节目呢 就我们很喜欢弄这么一种节目 请一堆老外留学生上来 穿这个唐装 讲相声 唱金句 然后这个声调怪怪的 偶尔有点准的 哎呀大伙就很高兴 你看这老外学 我们学的很像 但是我很少在美国 在法国 在英国 在日本看到人家弄这种电视节目 你看这人装日本人装的很像 这人装意大利人装的很像 这种节目我觉得像什么 就等于有点像耍猴戏 就哎呀 这猴子长得像人了 而且这个节目正反映出来 就是我们那种自卑感 对 就是我们要人 表面上是自大 其实 但是还是这个问题 不在于请不请外国人 而在于这个外国人呢 能不能当你们用 我也受到这个建议啊 就是说枪权三人行 要找外国人呢 开始我也想不通 就你这个观点 到后来我发现呢 在北京啊 我觉得北京像是外国人的城市 我有一天出去 在三环上走 我怎么发现马路边走的 都是外国人 我现在发现北京的 这个外国人的密度啊 难以想象 而且你比如说 有的时候去一个酒吧 晚上去 只有我们几个中国人 全是外国人 这就是什么人呢 那就是他们跟我说 这个北京的外国人的成分 跟香港的外国人 还不一样 那真是什么人都有 对 香港这些多数是一些 专业人士经商的 去北京呢 有很多真的是去混的 就世界各地的人都有 他们说还有国际破落户吗 对对对 中国生活那么便宜 而且呢 中国警察对外国人往往 很宽容 对 他有的是艺术型的 波西米亚的 有的是盲流 国际盲流 都混在一起 对 然后绕舌 你这哪儿去啊 对对对 喜欢学这个 你这妞儿不错 对对对 这妞儿不错 这瘦不了 你听到人家老外甥 你这妞儿不错 他就瘦不了了 这么行 那个苏丝黄 那个酒吧 那典型的东方主义 对对 然后那些中国女的 穿一肚兜 在那里考人家的好 咱就没办法 咱就解不了 这个情节 听错了吧 听错了吧 不是 我看到 你搞一肚兜 哥们的外国人 但真的今天我们就有这种自卑感吗 就你没有这种自卑感 你怎么会搞那种节目叫老外去 好像意思就是说 你看老外也欣赏我们中华文化 很羡慕我们 想学我们 你真的非常有自信的民族 非常觉得我们 慢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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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到没有 中国赶快要超过德国的总体经济实力 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了 慢慢 以后就不是了 我们应用 以后都是美国人请中国人表演的 我们英勇无敌的河南商人 买了德国的飞机场 知道吗 是吗 真的 买了德国的一个机场 但是我 我是今天看人 又评论嘛 就说中国买了德国的机场 在我们祖国这边 网上很多人 就是又准备中人争光 骄傲 当地也不足够 但是呢 好像德国人也没有游行抵制 你中国人买我们 中国多少好地被外国人买去了 中国人也不知道啊 咱俩穷开心 枪枪三元行广告之后见 你刚说机场这个啊 其实啊 最近几年呢 全世界也都有这种经济民族主义 就比如说欧洲 他们有个原来最大的一个钢铁公司 本来是有个印度富商要收购 你买了之后这个印度这个 印度这个已经是全世界老大 这个钢铁商 欧洲那个老二 这个老大要去并购老二 结果欧洲各国是政府出来说不干 所以这就牵涉到我们欧洲的 欧洲民族的业业 中国要买美国的港口嘛 他也不干嘛 其实各国都有这种 但是问题是 这种东西啊 就是经不起推敲的 就是说你除非是特别敏感 比如涉及国家机密 要不然的话没什么问题 你卖就卖对不对 如果人家做得好 人家管得好 这种事不要看得太紧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中国啊 中国人对这个事情看得比全世界都紧 就特别计较 就是我们什么东西是我们自己的 就全世界呢 就能够让我们去当比如说世贸主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什么 但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呢 就都得留着给自己 但是我跟你讲 我最近呢 有一种新的理解啊 我这个理解非常可能是错的 因为我也不通事物 就是民族主义情绪或者什么哈 过去感动过我 很多人说的话 我应该说大多数人都是真心真意的吧 咱这么说吧 这么说吧 但是呢 最近我听一些人跟我讲 结合我 我自己是中国人了 我的一些了解 我现在感觉 其中至少有一少数人哈 是真的吗 我有点怀疑 反日的是真的吗 游行的是真的吗 你明白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吗 这个你知道 因为比如我发现呢 我爱起哄 问题不在于这事 问题在于你们拿出个话题来 我可以给我的生活带来一些 因为啊 他今天在起这个哄的人 你明天看他在干什么 他不干这个事 他不是说 你比如像有些说反日的 那家伙像香港保调运动 那就是他至少是个信仰 一辈子 他至少是个信仰 他是真的在做一些事 我跟你说 在我们有时候闹事的队伍里啊 有一部分人你发现呢 他是看热闹的 这个这是 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古以来 我跟你说 从清朝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有些人喜欢出事 你砍头也好 你前头万拐也好 砍客 砍客 你知道吗 这我想起这个 这个刘索拉 接受采访 还曾经说过 他是北京人 他说我跟你说 北京人非常可爱 比如说啊 下了大雨 啊 街道那水都堵了 卖菜的那个西瓜啊 什么菜都飘起来了 他说这要在美国 老百姓就不干了 下水系统怎么回事 政府怎么搞的 我的菜怎么办啊 他说有一部分北京人啊 哪怕他自己的菜飘起来了吧 他高兴 什么叫穷开心 为什么说开心 哎呀真好 下大雨了 出事了 哎呦发大水了 出事了 你知道吗 我最近有这么一种怀疑 就是说你那些声称 口号的那些人 我要检验一下 你究竟 持之以恒的 你在做什么 就是你是不是真的 反而游行的时候 有两个细节 我印象最深的 一个就是那个 有一个面殿 呃面殿 他平常呢 老是在那里 装目中下学日文 那天就贴出个牌 我们是台湾资金 不是日本的面殿 我弄的啊 我们台湾资金 日文全没了 平常的 而那边的人呢 去打那个台湾资金的 日本面殿 同时 围着一辆 Toyota的车里边 那个女生客在 那个女生客 打的玻璃全碎了嘛 你为什么开个日本车啊 什么 买去多少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